Leica有很多M鏡 譬如標準的52 可能長焦距一點 最喜歡的應該是特大光圈的Nautilus系列 最早期的可能30年代到現在 2022年都有不同的款式出過 其實是很吸引的 但是有些單版的朋友說 咦?其實是不是可以用到呢? M鏡是不是可以用到在單反裡面呢? Hello 大家好 我是M&K Camera的Frankie 這次跟大家說一下就是 Leica的M鏡 其實是不可以用到單反的相機的呢? 其實這個問題 在我最初用Leica的時候 我都有這個疑問的 那變成那時候我出去找過很多不同的轉接環 嘗試將Leica M鏡 去駁到一個單反上面 但是發覺我找來找去都是找不到的 直到我問了一個店員 有沒有Leica M鏡 去駁到一個單反機的Adapter呢? 那原來答案是沒有的 那就算是有也好 你可以強行將它駁到一個單反裡面 問題是什麼呢? 只可以拍到近攝 無限轉是去不到的 那這個說這個問題呢? 就是一個發瀾距了 發瀾距呢?其實就是說著呢 由這個孔的表面 去到那個菲林面的距離 比如說這部是一個Leica的M機 那都是一樣有的 由孔的面 去到那個Sensor或者是菲林的面 這個距離 那而單反呢?它最不同的地方呢? 就是有一個反光板 有一個反光板 這個反光板呢?就令到距離呢? 是闊了的了 那所以呢? M機的發瀾距呢?是短一點的 而這個單反呢? 怎樣計算呢? 都是會比M機的發瀾距呢?是軟一點的 那因此呢?就是說M機的鏡頭呢? 是下不了下去這個單反機的了 但是倒過來呢? 單反機的鏡頭呢? 是可以用轉折環呢?是下到去M機的 那在這裡呢?我再舉一個實例子啦? 就是說這部M機啦 那這個是一個轉折環呢?就是R鏡去M鏡的 現在轉了下去啦 那跟著呢? 就可以接一支R鏡頭了 那如果這部不是菲林機呢?是數碼機呢? 就可以用Live View去對焦啦 那就可以拍到相對焦的了 那奈何呢?就是因為這部一部菲林機啦?就不行啦 那很多時候之前沒有數碼年代呢? 那時候呢就會用一些R鏡呢? 去用一個古焦去拍的 那個效果呢?都不錯的 那因為R鏡的景深呢?就夠闊啦 就容易顧到焦啦 那這裡大家可以見到呢? 是由這個孔面呢? 去到那個菲林面呢? 其實那個距離呢? 就跟一個單反呢? 它是一模一樣的 是同一個距離的 那所以呢?就可以成倒漲了 在無限遠的時候 那如果相反呢? 要將一個距離呢?放了下去的話呢? 那其實呢? 這個問題就是要將一支鏡頭呢? 裝在這個機身的裡面呢? 才可以的 在機身的裡面才可以的 那我在網上呢? 曾經呢?見過呢?有人將一部5D Mark II 改了一支NOTLUS的第四代呢? 是含了下去的 那變成呢?就反光板用不了了 第一 那只可以用Night View去對焦 這樣去拍攝啦 那還有一個明確一點的顯示呢? 就是顯示那個菲林面那裡的 就是在一個圓圈呢? 中間間間間間間間的 多數的機都會有的了 好像R機這個也是的 那個距離呢?就是由 那個孔面呢? 去到這個圓圈 間間間 這個代表菲林的位置來的 那至於數字方面呢 M機呢?就是27.8mm的 R機呢?就是47.15mm Canon EF孔呢?就是44mm的 Nikon AI或者是F孔呢?就是46.5mm的 那大家知道的數據呢?就明白 就算怎麼放回去呢? 其實都有困難的了 除非你降生去做的 那但是其實就沒有意義啦 那還有一個小換意 這個表面看呢?是一個 Lacca M的CAP來的 那這個CAP呢? 其實就剛剛呢?就是一個 發蘭距的距離來的 一個M機的發蘭距的距離 那你就變成了呢?在這裡呢? 可以看到呢?是不是成了象啦? 那... 也都可以拿來對焦 但是可能真的我的眼力不夠了 就偏小呢?就難搞少少 那但是理論呢?就對的 這個呢?就是Exactly呢? 就是一個 Phylum或者Sensor呢?去見到的東西的 那其實呢?就是 底面調轉啦? 還有左右調轉的 其實都挺有趣的 所以呢? 以後呢?大家就不要拿一部單反啦 打算去找一個孔子呢? 去用一些M鏡頭啦 在這裡戴上一個頭盔先 那呢?其實Lacca呢?出過一個 那個Adapter呢?是M鏡呢?去R機的 那個Adapter呢?就叫做14167的 那那個Adapter呢?你打算... 欸?其實Lacca也正式有出過啦 為什麼你說不行呢? 那大家再聽上去啦 其實那個呢?是For VisualFax的鏡頭的 VisualFax的鏡頭呢?本身就... 做到一個類似單反的構思來的 所以整份呢?是退出了的 那在這個時候呢? 就如果你用普通的M鏡扭下去呢? 無限遠一定成不了像的 那與其最盡呢? 都只是拍到這個近攝的而已 那所以呢?大家就不要被這個Adapter誤會了啦 那如果你欣賞我的影片呢? 希望你給我Like我啦 還有Subscribe我們的頻道 多謝大家收看 下次再見 Bye Bye